灭火器突然爆炸 喷洒出大量黄色烟雾粉末 突然的爆炸也惊吓到一旁洗手的民众 反射动作用手遮住脸部往旁边赶快跳开 这个爆炸意外发生在基隆市中山区通人街84项 让当地居民受到惊吓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也造成乌粮受损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陈勤后也感到现场关心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爆炸 还需要相关单位调查 那秉均这边接获我们民众的反应 就是在我们通人街霸的事项 有发生灭火器爆炸的问题 那我手上这只就是爆炸的灭火器 大家也看得到它的底部其实袖死了相当的严重 然后爆炸之后粉末也四处纷飞 那也让现场的民众其实都吓到 那我们也是要请相关单位来尽快来去检查 这一批的灭火器是不是有制造不良的问题 同时也要检查我们附近的灭火器 是不是同样都有这些瑕疵 那如果再次发生爆炸 尤其是达到人的话 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我们也要请相关单位重视这问题 张炳君也呼吁全车单位 一并回收附近的灭火器进行调查 张炳君指出这具灭火器悬挂在巷道内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突然爆炸 还需要调查清楚让居民安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炳君指出这具灭火器进行调查 按摩